Hello 大家好 我是威伯 半年前我和我老婆和三个子女一起回到香港一次 是我两三年前离开香港 去到加拿大生活之后第一次回香港 我回到香港之后 我发觉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 觉得我不是要回流回香港呢 然后我就和我老婆护刮了 然后醒醒才知道原来我们倒入回流香港的迷茫里面 在这片里我会和大家分享三个移民的朋友 如果你第一次回香港要想的问题 避免你进入回流香港的迷茫里面 由于COVID的关系 所以我们移民的时候一直两年之间都未返过香港 但当我第一次去年连投回香港的时候 我就看到所有东西都很熟悉的 当我一落机的时候 我就觉得踏着脚到香港的机场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终于回到香港了 两年前 我想起我之前两年前所经历过一切 然后我今天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香港落地的时候 就看到我家人一年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一天差不多吃午餐 看到了所有从小到大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无论在教会 公司 大学的同学 中学的同学 亲戚朋友 全部都见 每天都见 我儿子在这短短一个月之内 去了一次海洋公园 以及两次迪士尼 我观察整个香港 其实都好像回复正常一样的 地铁站 人头涌涌 旺角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 我又跟我儿子搭电车 天星小轮 AIA摩天轮 又去今宇街看雨 下街吃饭的时候 有奶茶 菠萝包 牛杂面 混吞面 然后我又去波鞋街 买波鞋 你知道加拿大的波鞋 又少 又贵 我回去的时候 仍是新年 所以新年之前 你知道波鞋街的波鞋 是坏价 很便宜 很便宜 深水埗那些拍摄的器材 又是超便宜 因为加拿大的Amazon 你的价钱是不太适合的 因为你知道 你一查一查 深水埗的价钱 其实是和Amazon的价钱一样 不过呢 一个就收着加币 一个就收着港币 这样而已 其实回到香港 你是超级开心的 无论见到人 买东西 吃东西 都是很开心的 但是每一晚 我们的子女都睡觉 当我和我老婆 坐在床上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 一个感觉就是 回来这个地方 好像 表面上 大家都一起正常 但是好像里面 有些东西 好像有些 不妥 那时候 就是 独视大壮 在那里做一个 Promo 所以每一次搭地铁的时候 都听到 王志华 在地铁站 大大声地叫 在这个地方 everything is w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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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 在我心里 是很强烈 但我形容不了 是什么感觉 来的 直到我在街上 看到一些年轻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其实我心里 那种感觉是什么 那种感觉就是 但是呢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发觉好像 去回十年前 香港好像一模一样 奇怪就奇怪 在过去几年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好像忘记了 或者好像 没有提 好像所有东西都 抹掉了 而我心里知道 人的记忆 是不会那么容易抹掉 是不会因为 这个歌舞升平的地方 而忘记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 不喜欢走去 于是我发觉 其实我回到香港的模式 是一个旅行的模式 跟你真的生活的模式 是很不同的 所以第一件事 移民的朋友 如果你要回到香港 第一次回到香港的时候 你要问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分不分得清楚 生活和旅行的不同 其实旅行是什么呢 旅行就是 一个地方 他做了所有你喜欢的东西 目的就是想你拿些钱出来消费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会觉得很开心 无论吃 买 住 都会觉得很兴奋 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生活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东西是很不同的 你生活的时候 就不是考虑你吃喝玩乐 而是你考虑你的生活的 routine 是怎样的 你的工作是怎样的 你小朋友读书的环境是怎样的 他的发展的成长是怎样的 他将来的机会是怎样的 当你打算回到香港 是生活 而不是旅行的时候 考虑完全不同 移民的朋友 第一次回到香港之前 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 就是 你其实在移民的地方里面 你满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呢 包括的就是 你生活的routine 有没有一个routine 已经建立了起来 然后就是你小朋友的读书 生活 能否认识到朋友 你自己能否认识到朋友 你的network是怎样的 有没有事情合谈 或者真的能够建立到关系的朋友 你的工作是怎样的 可能未必是十分满意的 但你能否享受在工作里面 又或者在工作里面 找到一些意义 或者找到一些乐趣呢 最后一个就是 你的家庭 在这个地方里面 你有没有一个远景呢 这个远景是否你自己想要的呢 又或者是你很想到达到的一件事呢 其实我和我老婆和几个回到香港 回来之后的朋友都谈过 如果这些事情 你还没继续好之前 你回到香港呢 其实是很容易动摇的 因为就好像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女朋友 即是你拍了很久 而你还没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 你经常都会觉得 你狗那个都好像挺好的 即可能我只是外表 或者是他一些性格上美好的东西 当他不是你的女朋友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挺好的 因为如果不然 你都不会选他 当你想一想 你和他过去的一些不夹的地方 即是不夹的 即是实际上 可能你想长远一点点的时候 你真的不夹的 但如果你还没有一段新的关系 以后见回这个旧的女朋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又很想回去 即是你那些常常都分手 分手又复合分手又复合那些 就是这些 因为对方可能也是这样 所以我会建议一些疑问的朋友 你给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 自己慢慢习惯 因为头半年 头一年的时间 是很难捱的 因为你要离开你旧的模式 进入一个新的模式 在你最难捱的时候 你回到旧的模式的时候 是很容易被那旧的模式 吸引回头 所以我觉得 你给一年或者两年时间 自己习惯 适应 整理好之后 你觉得有60% 或者70% 满意 现在的状况 才回到香港 你就会有 有得选 而不是被你旧的模式 扯回去 第三个移民的朋友 如果你第一次回到香港 要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 一直以来 你在一个新的地方里面 有没有很想回复回到香港的那种模式 你现在有新的地方 新的生活里面 这我就死了九成了 因为你 看过我之前 血泥史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其实我仍然不太乱 现在我的工作 但我知道 我要融入 我知道我要放弃 这是一种转变的过程 是有些痛苦 是有些... 难适应 不过我知道是要适应 这个是不同的 因为你知道要适应 而且你强行很想在新的环境 恢复旧有的模式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心态 因为你生活的模式 一定跟你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如果你强行要把你旧的生活模式 配入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很难受 譬如我在加拿大 如果你强行要把香港那套 小朋友读书的模式 或者你大人工作的模式 硬要适应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 你要它实现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和你的生活模式 可能是很不够的 不过我不是叫大家 要把香港的所有东西都放下 然后100%融入加拿大的生活里面 你可以保留香港人的文化 或者有些特色带来加拿大 而我觉得一个地方生活的定义 是流动的 是随时都会变化的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的目标是将你香港那套 100%搬来加拿大 而你未做到的时候 你回到香港 旧的地方和一个旧的生活模式 就会很适合了 那你就会问一个问题 我在加拿大做什么 香港做什么 为什么我不回香港 香港我熟悉一点的地方 香港我有很多朋友和亲戚 为什么我不回香港 那就不要胡乱乱现在才问为什么 不要弄自己这么辛苦 所以要是你就完成了 你觉得我已经将香港100%搬来加拿大 的时候才好回香港 又或者你都慢慢愿意融入 或者慢慢享受加拿大的生活 你觉得满意了 原来加拿大和香港的生活是可以 这种新的生活我非常满意 那你就回香港 那你就不会倒入回流香港的迷茫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赞 订阅 或者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有没有你回过香港之后 很想回流回香港的感觉 又或者如果你身边有些朋友 打算回香港 请你把这条影片分享给你移民的朋友 让他们想清想错才好回香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